大家好,歡迎收睇每週一個環節減採訪,我身邊的嘉賓 是要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直搖輝Stanley Stanley,你好 Stanley,這一節先和你回顧,你先上星期推介 上星期推介,和大家推介華郵能源1251 表現得不錯,整個星期對比,中午收市價升了1毫升 升接近2%上來,恆指方面升208點 但計算是很不值,因為華郵能源曾經升至5.9的高位 都沒有說是不值,一來不值的話 第一,沒有到過我的賣入價,這個又不值 沒有買入之後,價格爆升上去 這麽大的問題是,第二個不值就是,8星期上去之後又急回 所以變相,你見過回報,如果以一個禮拜 這段時間來比較的話 其實真的又不算很好的,1-2%左右而已 但你對波幅上來說的話,就真的很大 所以嚴格上來說,當然現在的買入價,和今天的中午收市價相比 都算有些距離,甚至乎你可以說,其實在一個星期內 波幅區間,都是5.29至5.91 基本上,沒有在賣入價那裏 但這個板塊,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都會知道 近期的時間,比較上錯一點 你見過股價,基本上都可以說是發上發落 當然是和一個消息有關 因為上星期推介這隻股份的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說到就是,內地方面,似乎都是 就是葉岩氣的第三名的招筆工程,那個計劃 都有機會可能在短期內,會落實 這個因素,都對這個板塊來說,其實是受惠的 你問我的話,我始終對內地的葉岩氣的發展 是有些憧憬,但只不過現在這一刻 面對著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也好 甚至證貸上的問題也好 要搞,比較難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板塊,我自己對於長線的發展 都是樂觀的,但當然,如果純粹以華為能源來說 公司現在這一刻,做葉岩氣的事情 真的不算很多 但你可以說技術上,公司本身應該是有的 所以,初步看,現在這個價格 即中五收市價,和法國賣入價相比的話 相差又不算很大 所以如果假設未買貨的 即是那次假設有聽話的 沒有追貨,因為追貨當然是好 可能已經離開了,但沒有追貨的話 現在這一刻,先在月五個月這個位置 留下這個價格的時間,大家可以不妨考慮一下 好,跟大家回顧了上星期的推介 比面來說,也做得相當不錯 只不過有急回落 反而不要緊,暫時來說 買入價仍然是五個月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落到Stanley的買入價 再去買入 跟大家談完上星期推介的華油能源之後 今星期又跟大家推介什麼股份呢 就是2014年第二隻推介股份 是的,這是第二隻 不是,這樣說回來 我都統計過,原來上年我推介過 比較多的板塊 因為基本上我都沒有特定選哪些板塊來推介 但是那個板塊,原來很旺 我現在才發現到 那是什麼板塊呢? 原來醫藥板塊OK 這個板塊你推介的話 表現都做得相當不錯的 算是不錯的 這次Stanley再跟大家推介 就是中國生物製藥1177 之前都推介過 表現來說,是不是都清心滿意呢? 印象中 當時推介賣入價好像是撕到的 之後呢,都突破了那個目標價 其實這次你都可以說是有反推 因為其實上一次的經驗 講到上個月的時間 我推介過那些社略集團 原來都做得不錯 雖然買不到 但是價格上升了很多 那既然那些藥股 這陣子又比較暢旺 你都可以說這個板塊 由年初至今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今天都推介了一隻 就是生物製藥 就是MMA7 都輕輕說一下業務方面的範疇 因為其實公司本身 即這間公司本身 都有一個大的賣點 就是比較常多元化 你會看到營光幕上面 其實都列出來很多公司有做過的 叫做是藥的品種 包括譬如說 一些指一些肝病的 例如有些是腫瘤方面的 有些是鎮痛的 甚至乎 有糖尿病 呼吸系統的疾病 公司都有做一些 叫做產品 去打這些市場 另外其實公司本身 有一個比較好的賣點 就是研發方面 這個我們稍後可能 會再詳細去分析 但是除了這些公司的業務之外 其實近年來講 公司都有做一些 叫做策略性的部署 例如好像之前的時間 即去上年的時間 都透過湖南省 正大的一個 就是超陽的骨箱 骨箱科醫院 拓展這方面的中醫的業務 另外在今年的時間 即今年和上年年明的時間 公司都是入股了 一間內地的嚴肝和眼科服務的公司 所以反映就是 公司儲備儲備方向 都是以多元化為主 中國生物製藥 就是專科仿製藥 在內地企業來講 都算是數一數二的龍頭 大家現在經常都玩耐地 其實一直都想去用這些仿製藥 去替代一些進口比較貴的 一些外國的進口藥 去減低醫療成本 其實國策方面 是不是大力扶持相關的生物製藥行業 這個你可以說是必然的事 因為其實你以內地的醫藥範疇來講 我們覺得是對的 你說現在這一刻 都很多比較好的藥種 都要引入可愛市場 但那個成本很高 而且很貴 如果你看回一些內地的國策的大方向 嚴格上來講 根據內地2012年的時間 醫藥藍皮書 一個關於中國藥品市場的調查顯示 你會見到 在2012年的時間 其實這個全中國的醫藥總規模 有差不多有9000多億的人民幣 數字都不小 另外當我預計 你回到之前的時間 在2005年至2010年的時間 這個藥品市場的複合增長率 有兩成那麼多 而到2013年至20年 雖然那個增速上 可能會輕輕放慢了 但也會維持12%的增速 所以你可以說 如果以當前的情況來講 醫藥這個範疇 在之後的發展上面 都會依然是壓得幾快 好 現在全球在生物製藥發展的情況 是怎樣 雖然走得快 全球方面 其實會不會比中國豪助快 這個我都找到一些有趣的資料 跟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你可以說 生物醫藥這個範疇 由什麼時候正式開始 其實是1953年 當時有什麼突破 就是DNA DNA 這個叫雙羅損的一個結構 到1982年的時間 其實當時FDA 即美國的FDA 就叫做批准了第一隻 基因蟲組的生物製品 出來 這個你都可以說 是開創了整個 叫生物醫藥的範疇 這個發展 現在嚴格上來講 歐美市場方面 如果純粹以開發上來計 的話 當地的情況是很好 你可以說當地的市場比較成熟 近年來的亞太地區這一邊 都開始走得比較快 特別是日本方面 例如南亞、東南亞這些市場 其實現在這一刻 做仿製藥方面 都開始慢慢起步 但你可以說現在這一刻 相比歐美市場的話 還有一些距離 另外其實你說 如果以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其實有個別的產業公司 規模現在很大 例如輝瑞、諾華、密砂東 甚至羅斯這些 其實單說市值 產業的產值方面 都超過400至500億美金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現在這一刻 內地有沒有哪些藥廠 是可以有這個產值 其實沒有 產業就會有 但問題是 那邊的公司 你住這麼大 其實很難 所以變成市場 其實你說現在這一刻 如果純粹以這個 醫藥範疇來說 都依然是歐美市場 主導住全球的發展 亞太區來說 現在日本最先 剛才Stan也提到 都提到 東南亞或南亞 現在都開始進步 現在中國市場是怎樣 在世界上 有沒有一些地位 或者仍然都是比較落後 相比之下 都是落後一些 這個你可以說 是暫時來說 比較有難度 突破這件事 比較有難度 但是下一張照片 大家會看到 中國生物的醫藥產業 來說 其實起步比較慢 這個比較慢 但是你說近年來說 因為都加強了這方面的發展 以及做得比較多仿製藥的話 現在來說其實是在進步 即是不斷進步 但另一個範疇就是中成藥 其實你說中藥方面 怎樣將它可能做到 這個叫做國際化 這件事本身有難度 你都可以說現在這一刻來講 雖然就叫做 不斷是做得比較好的 但都依然是 有些叫做時間的考證 另外你也可以說 其實中國的市場裡面來講 其實很多都是做仿製藥的 即是基本上是說外面有些什麼藥 你可能照抄那條配方 即是那個專利期之後 你這邊的藥廠 即是中國的藥廠 開始根據這些配方去做藥 但是你可以說 這個層面上來講 其實是慢了 即是抄別人外面的東西 但是別人那些 可能已經用了三幾十年了 你才去抄 所以你可以說 現在這一刻仍然處於這個階段 但是你可以說 這個市場本身 如果大家有跟開一些 叫做國策上的發展的話 你都會知道了 生物製藥本身 生物醫藥這件事本身 其實在國務院裡面 其實訂立了七大戰略的新年產業之一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這個犯罪在之後的發展上面 應該會走得很快 現在暫時來說 內地主力都是做仿製藥居多 但如果要研發的話 科研的費用 所花費巨大的時候 中央其實有些什麼 落實實質的政策 去支持相關公司做相關的東西 其實你說在十二五也好 甚至乎大家覺得在十三五裡面 即這個期間 因為之前這些比較長遠的科項裡面 都訂了一些叫做政策 分別都會投大約四百億 和七百五十億人民幣 去發展這方面的產業發展 另外在之前說到的生物產業 一個發展規約裡面 都提及到的 在2020年的時間 這個生物製藥的產業 將會發展成為一個經濟的支柱產業 定性為一個比較重要的產業 在2015年的時間 甚至乎要佔GDP去百分之8% 你百分之8的 所以按年來說 會增加多少呢 如果以2010年的數量來比較的話 增加了一倍 當然百分之8 聽到好像比重很多 但問題是 如果你比較外面一些國家 你會見得到的 如果你去到2010年的時間 基本上瑞士 美國 德國 英國的生物製藥的產業 這個板塊 其實佔GDP的佔比 其實很高 你看完以後我會見得到的 佔美國 佔瑞士 百分之17 美國呢 14 另外德國和英國 都有10%以上的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這個板塊 總結來說 其實你可以說 之後九塊 我覺得是會做得不差 對 去到人家2010年的佔比 都有10%以上 我們中國估計 2015年才有8% 其實非常落後於其他國家 國家方面有政策 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方面 講到怎樣支持 生物製藥的產業方面 地方政府又有什麼舉動 一定有 當你覺得那件事有商機的時間 甚至乎你可以說 很多一些一二線城市 要局局政績的話 這個板塊都是不可滑缺的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這兩個政策 本身 尤其是上海 上海在今年年初的時間 這個是年初說的 叫做 上海市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行動計劃 都明確表明了 就是說在之後的時間 就會將這個叫做 將上海建設為 一個亞太地區的生物醫藥 高端產品的制度中心 商業中心和創新研發的中心 你可以說 其實野心是大的 到了2017年的時間 這個產業本身 那個規模去到多少呢 3500億元人民幣 其實你可以說 數字都是比較多的 另外 四川產方面 回到去年的時間 都定了一些規劃 都有這方面的部署 它怎樣做 就是將生物的醫藥產業 定為戰略性的新生產業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這個範疇本身 如果你是以國策上來說 我覺得 在前景方面 其實是會很樂觀的 這個也是推介 Termit4的股份 第一個原因之一 好 就知道了 中央政府方面 一定大力支持 相關的生物製藥行業 也會見到 未來的增長潛力 相當大家 有一個比較樂觀的期望 之後 分析一間公司 都要看看它的數字 不如看看生物製藥方面 2013年第三季的成績表 也是最新的成績表 看到成績表 似乎做得相當不錯 其實是的 不過我又這樣說回 你說在去年來說 弱的公司的增長其實是不錯的 包括我之前說到 好像四個集團為例 都增長很強勁 你說中國生物製藥本身 其實近這幾年的業績 都真的不差 是有一年的時間 因為有一個投資的減值 導致那年出現了倒退 但如果你在研究上 看近這三四年的業績的話 公司都維持增長 大概有三成以上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公司本身 那幾年的紀錄 都做得不錯 以今次 即是頭九個月為例 其實公司的順利 都繼續升了三成 雖然你可以說 無利率也好 純利率也好 有一個輕微的下跌 但這個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可以說 市場本身的競爭 都依然是很大 所以如果純粹在公司 這一刻的表現來說 我覺得公司 公司因為都是十二月連結 所以變相 你說在餘下的時間 我覺得公司是有機會 可能都會發這個型 好 看見公司來講 純利方面 亦都無理 又或者其他 全部都升三成以上 第三季業績做得相當不錯 到底為什麼它做得相當不錯 其實知道公司主打幾種藥種 其實都挺好賣 尤其是耳肝臟 又或者其他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公司主打的藥種 為什麼市場可以這麼好賣 基本上這些是國系部份 因為公司 你看它的資料 都真的出了很多藥 這些是抽一些 比較上是 增長比較快的藥種 和佔比比重 比較多的藥種來講 剛才都講過那些 過名就免得說 因為都比較 卡拉 軟筋一點 但如果你可以說 藥種是做什麼多 第一種 其實最主要是 給月形肝炎 就是一些月形肝炎的 新的藥種 這隻的銷量 升了六成 而這隻藥本身 是在一年年的時間 叫做推出市場 這一兩年開始 佈入一個叫做高增長期 所以增速其實很快 第二種就是 膽背唇藥 即是用膽背唇藥的藥 基本上 消毒增長都很快 接運成一倍 不過佔比來說 佔比來說 就不是太多 大概一億多了 就不算太多 而第三種 新海能注射液 這隻藥 最主要是給長壯的 大腸這些藥 這個增長 相對比較上是OK 升了三成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今次公司的業績 有這個比較上都不錯的表現 都可以說歸因於 公司有個別的新的藥 推出市場之後 都開始有個比較上好的反應 還有好一個的 消毒方面 都有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嚴格上 其實今次公司的業績 都是有個別的藥種 有個比較上好一點的增長 好 其實看公司的業績來說 主要的產品方面 其實有幾種 就是肝病用藥 心腦血管用藥 抗腫瘤用藥 腸外營養用藥 抗感染用藥 和肝腸科用藥 而具發展前立的產品 就是心腦血管用藥 抗腫瘤用藥 以及呼吸系統用藥 未來有發展前立 剛才提到首三季業績表現理想 是因為有部分的新藥 表現相當良麗 就之前說的主要產品 又能否保持這個勢頭 公司說到的 具發展前立的產品 又可否帶領公司的業績 更上一層樓 基本上我覺得是可以的 不過這個原因 之後可能會再講一講 但你可以說 純這個營光幕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喜歡分類 你可以說公司本身的售貨品 和售貨品方面 你會看到 其實肝病用藥本身 公司內地的市場是第一 而且不要忘記 其實內地方面 患癌肝炎是很嚴重 基本上很多人患了這種病 所以你可以說 對於肝病藥的需求量 其實是很大 所以也可以說 公司本身也是主打這方面為主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公司你可以說 是很受惠這個因素 好了 到其他藥品方面 嚴格上來說 呼吸那邊的用藥方面 現在這一刻的滑味其實不多 你現場上 百分之二了 現在比較多的是哪些呢 心路血管藥 或者鎮痛藥 甚至抗進口的用藥 但問題就是 這些板塊本身 其實競爭 都可以說很大 雖然增長是很快 但競爭來說 你可以說現在 現在現場上市公司裏面 都有很多公司做了類似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說 競爭其實是很劇烈的 相比之下 呼吸系統的用藥 你可以說現在這一刻 競爭就不算 可以說不好 但問題就是 這個市場本身 的需求量 是整越大 因為大家想一想 現在這一刻 我們方面 那麼多 空氣那麼差的話 你可以說自然 對於藥品的需求量 其實是大的 特別是呼吸系統的藥 所以你可以說 與之相比 其實跟之前的藥 比較的話 我也覺得是 如果在增長空間裡 呼吸系統的用藥 在之後的時間 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上是不錯的表現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版面 反映就是 公司的藥品 是多氯化的 但當中 你可以說現在這一刻 公司主打的 都是肛病用藥 還有可能是之後的時間 後期施售 就是泥呼吸系統的用藥 那方面 始終市場競爭比較激烈 剛才Stanley提到 其實市場上 其實有很多肛病用藥 都在市場上 還在賣 雖然中國生物製藥 現在仍然佔 在內地市佔率是第一 但如果要保持龍頭地位 要繼續做科研的話 費用一定在 看到 到第三季來說 科研費用到6億4千8百萬港元 這個費用來說是好地壞 其實你可以說以一間藥廠來說 特別是一些國外的藥廠 大家很注重是甚麼呢 R&D 即研發方面 如果你是實際上 以內地企業的一些平均數 因為這是一個叫做藥膜的數目 因為內地方面有很多藥廠 如果以一個普遍上 藥廠的一些科研費用的話 你會看到 中藥的科研費用 佔那個銷量不夠2% 西藥方面不夠5% 其實這個數目 相比一些國外的 叫做一些真的大的藥廠的話 佔比其實很小 因為國外的大的藥廠 即全球500強的藥廠 叫藥企的研發開支 15%以上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因為你細想一下 內地方面其實很多時候 做一些叫做仿製藥 即基本上都不需要做科研發 不需要研發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比重 其實以往來說 投入其實不多 近年來講開始好了 因為大家都開始意識到 就是說 現在一些仿製藥的話 那個毛利率方面 甚至乎競爭會很大 所以這個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現在比較多公司 開始就是 加大研發方面的開支 這個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說 例如以中國生物製藥為例 其實公司的科研成本 其實不斷升上去 你看到近幾年的時間 公司由2009年的時間 4.5% 去到上年第三季的時間 是7% 而又多前一年 到上年時間 8.7% 是不斷在提升的 當然你可以說 這方面的情況 會導致公司的順利率方面 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問題是說 這樣做法 對公司的長遠發展 其實是有利的 特別是 如果你發現到一個藥出來 可能是全球獨家 甚至乎 你可以說 在內地方面 很暢銷、很獨家的話 你那個回報 可以說一定是十分之好的 所以你可以說 公司這樣做法 其實是 一個長遠的發展 科研費用就上升了 其實都反映了 可能那個防制方面 現在逐步少了 現在多了自己研發的時候 其實它現在手上 研發了些什麼藥呢 又或者有哪些藥種來講 是比較在內地市場 比較佔優一點呢 其實這個都比較重要 因為其實你說現在這一刻 譬如你研究到很多藥出來 你都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去 可能做一些叫做實驗 去試驗 臨床試驗 所以你說現在這一刻來講 其實公司本身 自至到去13年9月底的時間 其實公司臨床試驗 和這個申報生產的產品 有成95種 基本上 比起前一年同期的時間 只有69種的話 都多了很多 當中你會見到 很多的藥品 公司本身 反而之前講的肝病那個用藥 其實少了 是 因為公司現在這一刻 因為之前已經有些新藥 叫做推出市場 所以這方面來計的話 可能會比較少了 但你會見到 例如其他那些 例如心腦血管藥 抗重症的用藥 呼吸系統的用藥 其實那個數碼 都是有個 可能是一些雙位數 有一些都是要增上去的 所以反映就是 公司本身 回到之後的時間 應該 例如現在這些藥品類型當中 有一些是專利的產品 當然定價能力方面 相對會比較強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 在之後的時間 鞏固市場地位 甚至是 維持競爭力方面 應該都會有個保證 對 現時公司來說 一共有324項藥種 是有專利授權的 其實市場地位 和維持競爭力方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和大家看完它謊言方面的情況 大家另外 一直都說到 它有一個分拆概念 就是旗下的北京泰德 具有一個分拆上市的概念 所以令到股價表現 可能有偏任 其實又成不成立 這件事都說了很久 事實上 由2012年的時間 那時已經是坊間 傳有一個分拆的部署 北京泰德製藥本身 你都可以說 這間公司本身 都可以說是 比較大的藥企 而公司 即中國生物製藥 本身持有三成多的股權 其實你說 講分的概念 已經講了很久 如果你是以恩泰德本身 那上面也講了些 就是去內地 第一間研發生產 和銷售的一些 靶向藥物 這個也是上網研究過 好像一些 專門針對某些範疇的藥物 一些藥物 其實在2012年的時間 當時也講過IPO 但無奈就是 在宣佈了分拆的建議同事 即是之後的時間 內地方面 到2013年的時間 2012年尾的時間 宣佈了暫停這個IPO 所以變相之下 這個計劃 就變成了遙遙無期 但好了 現在這一刻 亦都可以說 內地已經重啟IPO 這個發展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公司這個分拆的行動 都有機會 可能是在2014年的時間 即今年 有機會進行 但當然一切都要視乎 那個戰客的因素 但初步看 如果假設公司 真的能夠成功 將這個業務分拆上市的話 變相公司 都可能是因為這樣 而當中有些叫做得益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因素 除了公司本業之外 公司都有這些叫做一次性的憧憬 好 但講到這麼多利好因素之後 其實醫療版塊方面 大家知道 醫藥版塊 面對著最近的一些反貪腐 又或者之前的藥品降價等等 都令到相關的醫藥股方面 表現曾經出現過一個不好的情況 這些風險因素有消除了嗎 其實打貪腐這個我沒有列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可以說 當日正正就是這個生物製藥 人家傳說它 好像聘請一些醫生去遊客 去國際的趕坐上面 但問題是 我都問那些 我有一些朋友都做一些醫藥那邊 我都問他其實這些 其實是不是很正常的呢 其實他都說 就算是國際企業也好 這些情況 邀請一些名醫 去各地不同的地方的一些講座 甚至乎一些演講 其實是挺正常的 所以反而我覺得 這件事本身 對於生物製藥本身的影響 其實是不大 反而我會覺得 這四項 現在研究我上面 這四個因素 相對影響性比較高 先講第一個 其實年初至今 因為剛才都說到 這個板塊 升了很多 如果單單以現在這一刻 這個價格來計算的話 由年初至今 升了一成個外 你都可以說 其實醫藥板塊 大家都不斷說 可能這段時間 查網友 科網這些板塊之外 其實醫藥板塊這個範疇 都升了很多 所以變相之下短期的時間 再升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不大 即使你看好也好 但問題就是 一個月都未夠 升了一成以上 即是我覺得 現在這一刻 似乎再升的空間 短期的時間 即是比較小 第一 第二 現時來說 它的P 都真的不低 都超過三分幾倍 即是你說 如果現在的股值上來講 它是否算很便宜呢 它不是 即是有更多的弱股 其實是比它便宜的 可能你看到業績 增長多少 之後 可能大家再調整 它的股值的時間 它的股價 才有個可能 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而第三 就是國家政策的改變 對影響很大 這個就不單是它了 這個是整個範疇的影響 因為如果你是假設整個 整個國家的醫療政策 真的有些改變的話 其實這個影響會很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一刻 有很多藥種 其實政府是有補貼的 即是假設這些政策 改變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經營的模式 都會有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這個大家都是要留意 而第四 其實它的股價 才有這麼多上來的時間 現在一樣東西我最擔心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配股 因為其實你說公司過去的時間 有沒有試過做這些行動呢 是有試過的 所以你是初步看 其實股價 因為都年初至今 都升了這麼多上來 而且你看到 那邊的公司 好像復星醫藥 都有傳說 可能都會有 有些配股的行動 所以這個版塊本身 我也覺得 特別是這間公司 因為股價已經升了上來 所以變相之下 你說短期的時間 如果假設 真的有配股的話 反而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現在這一刻 似乎有一個叫盤股的風險 是 可以等一等它 有沒有機會進行配股 可能低級納 部署方面 會不會等它配股完 股價會低一些 還是還是 都見到最近股價都升了上來 都是那個部署方面 都要多貼近現價呢 都要貼近現價 坦白說 股價相對比較強 今天都是 但是初步看 我都會建議 都是等它回一些再買 始終高追都不是我的風格 都是等它回一回再買 所以賣格方面 都可以訂回6.7這個位置 但是 中線小的部署 看大約80元哪個位置 就是這些水平 2.6元做止蝕位 謝謝Stanley 這支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要問Stanley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 回到這邊回到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回到後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